在converse的文字渲染方面 最后向大家介绍一个函数 来用于文本的度量 那么这个函数呢叫做measureText 这个函数只需要传入一个字符串 它将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拥有一个.vis的属性 这个属性将返回传入的这个字符串 在converse上渲染的时候 渲染出的字符串的宽度 那么这里大家就可以想象 同样的一个字符串 如果我的字体不同 字号不同 字形不同 字的粗细不同 那么得到的宽度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真正的调用这个函数前 大家一定要设置好相应的font属性 那么measureText会根据设置的font属性 来计算出一个真实的字符串渲染的宽度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的代码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代码 那么在这个代码里 我首先使用font属性来设置了我将渲染的这个文字的样式 之后使用feelText这个函数渲染了这样一行文字 再之后使用measureText传入了这行文字 然后调用它的vis值来计算出这行文字所占的宽度 之后将这个宽度值设入了一个我新生名字变量 textvis 最后我又渲染了一行文字 在这一行文字中 我将刚才计算出来的这个textvis打印了出来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二行measureText这个函数帮我计算出了这个字符串 也就是欢迎大家学习converse回图接口详解这样一个字符串 它的宽度为741个像素 那么大家看到measureText的这种用法 可能很多同学就会想 那是不是也有一个.height的属性来得到文本的高度 或者有其他的属性来得到文本度量的其他的值呢 那么事实上现在measureText的属性只能通过.vis属性来获得文本的宽度 其他的属性呢 暂时还不支持 但是可能在以后就会支持越来越多的属性 那么对于converse之后的发展呢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 最后要提一句的是 有了文本的度量这样一个方法以后 大家就可以使用converse这个绘图系统 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本编辑器 当然了在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处理 相对来讲是很繁琐的 但是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自己试试看 大家加油